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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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来到3月1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Irene 今早还有艾德金融董事陈正深 Ryan为大家吻息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yan 早晨Irene 今星期踏入央行超级二色州 当然大家都看着 美股星期一是靠穩的 大型科技股做好 行之夜期收跌76点 接下来港股也是业绩高峰期 等下都会问Ryan如何看外围的焦点 港股 有什么个别股表现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联储局议息前美股向好 市场对人工智能AI的 乐观情绪升温 注视NVIDIA举行开发者大会 加上苹果和Google 传出合作 刺激大型科技股 道指高开之后 曾经升超过180点 收市升75点 报38790点 标指升32点 报5149点 纳指最多但升1.7% 收市升0.8% 报16103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升穿4.35厘 美汇指数延续上星期强势 升至103.6的水平 投资者押注日本央行 今日议息将会结束负利率政策 亦愿会加回元 招点美股 内电报道指 苹果正在欺商将Google AI模型 融入iPhone 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升超过4% 苹果升0.6% 而市传Tesla Model Y 会在4月价格 股价急弹大约6% NVIDIA 举行GTC开发者大会之前 股价1度升5% 收市升幅收窄到0.7% 这招点的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京东被港股 收市升1.5% 8度升0.2% 腾讯给本港收市跌0.6% 至算报288.14% 美团和网易跌0.5% 阿里巴巴跌0.2% 汇丰控股ADR 乃至宣布60.08% 比本港收市价升0.8% 右方跌0.8% 车股受压扎 比亚迪跌1% 理想美股跌了1.2% 比港股收市也要低超过6% 今早到外围市况 马亚大区股市方面 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跌0.4% 大家都在等日央行的议息结果 日经平均指数 39,566点 跌174点 南韩市跌0.9% 澳大区股市 轻轻靠稳 升幅也不算太多 至于恒指黑旗 待会预示港股股会低下 跌过8点左右 先和Ryan聊聊些 外围点 大家比较关注 当然就是股王NVIDIA 因为今个星期一年几天 就是一个年度开发者会议 有些新消息出来 宣布推出一个新款 人工智能AI 晶片和AI软件 产品就会用来 运算AI模型 运算速度比过往的型号 提高几倍 新型的AI图像处理器 叫做Blackwell 被CEO形容是最强大的芯片 要计划来 很多公司采用 好像亚马逊 网络服务、戴仪、Google、Meta、微软等等 还有很多大的公司 我们这些科技门外看 只能听他们说 好像很厉害 有什么全球最厉害 究竟看到收市之后 盘后的股价表现是弱了些 究竟是市场觉得量点不够厉害 还是纯粹之前增了太多 调整不够呢 的确是股价在短时间上升了不少 你看过去一年 它的升幅不是以百分之计 而是以倍计 所以你说现在处于一个整股的阶段 我觉得是对合理的 但是你说究竟它厉害不厉害 媒体挺有趣的 在这个美股七童里面 它另外有三间的公司 是占它整个收入40% 其实这个在七红里面 只有它是这样的 你可想而知 在整个科技的阶段里面 NVIDIA的重要性是多么高 它这个新的芯片 新公布的芯片 它是专为一个 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开发的 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你看回刚才Irene说过的消息 就是全这个 苹果有机会利用Google的语言模型 这个就是一些 类似新成式AI的一些技术 对标的就是 ChatGBT大家都会比较熟悉 你想想这一类的 就是人工智能 它需要一个比较高的运算能力 你简单和它对话 当然大家觉得不是很畅信 不需要很强大的芯片 但是如果你涉及的是很大的 抓取的一个资料库 就是叫做参数 以及它很多人在用的 应用它们的对话 又或者它应用的场景 是越来越多的话 它对芯片的负荷就会很大 亦都因此 这一个都会是未来的一个 叫冰家必争之地 你看其实苹果也都面对它的对手 例如三星 以及其他的手机制造商 也都不敢态慢 它都要给到一个投资的市场 有一个叫AI的憧憬 亦都因此 NVIDIA在这个层面上面 它亦都一定要做些事情 亦都要踩一脚进去 你官乎它之前 在一个芯片的 AI的浪潮之下 刺激它的收入的增长 其实亦都明显它是受惠于 现在这一转的AI的热潮 而市场其实对它来的收入 亦都是乐观 不过它的估值的确是不便宜 亦都因此来到这些位置 就有点糾结了 见到股价 昨晚也过过900元那些的水平 都回回来一点点 但是坦白说 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 对NVIDIA的后向 毕竟你没有了它 整个科技界是可以 可以说是停顿的 夸张地说 你在这样的层面 你这样的重要性 其实我想你对于资金来说 它不敢由NVIDIA那里撤走 它充其量都只能够 在一个portfolio里面 是一些部分获利 而不能够去减持它 如果你这么说 股价其实就算了 有些人可能想着 等它调整多些再加仓 或者怎么样 其实都未必会回到很多 对吧 很老实说 如果你现在一股NVIDIA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好 NVIDIA 现在怎会够敢买 通常我们投资都会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纯粹从一个操作角度 高位回调下来 可能大概10%至20%左右 然后再去吸纳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操作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 你的钱不是自己的 你不是自己 你自然会很理性的 但如果你自己的 一定好像Arene说 10%至16% 回得够不够 这样 利新我自己是持有NVIDIA 但是我现在会不会加仓呢 我自己也10%至16% 我也未必够 但我觉得它不是很回得够的 嗯 而且可能它的资金预算是越来越大 比重的 也要平衡一下风险 如果说一下整体美股的走势 因为始终都很高位 虽然有个整股 但其实幅度也是有限的 当然部分是比较多一点 它怎样都不敢调整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牛市的格局 就是无论你一些消息是好是不好 或者大家有些疑虑 其实它不是很反映到 在负面的走势上面 反而你一有一些回调 就立即有一些资金 去投入市况那里 所以我会觉得 未来一段时间 起码在第二季的上旬 那几个指数 也都会仍然有一些轻微破顶的情况 但是你说是否继续势如破竹呢 比较难 因为你毕竟是升到这些位置 你是依它现在的走势 你有很多的资金 其实是一定是会去到高位的获利 这个就会限制了升幅 更何况呢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 美股到现在都仍然是 挺依赖一些的科技股 带领它的上升 实际上你说一个 一个比较有市场深度的牛市 是需要有一些 反映到实体经济前景的股份向上 那它其实才是 相对会比较健康一些的升势 但是暂时来说 你看一些的 例如 汽车股这些传统板块呢 它们相对的股值仍然是相对会便宜 那就是意味着呢 资金不是很肯去 在这些的股份上面 就压住 反而呢 就继续是建高追高 但是是不是很不健康 有一个很大的泡沫呢 但是我自己看 这些科技股 它的收入的 而且有一个 不错的增长的 在这方面又似乎 可以支持着美股的升势 或者强制一段时间 所以 在第二季 我就不看 就是我不觉得美股 有一个很大的回调风险 但是呢 你说是否会继续是 细缘可足的上去呢 似乎它都需要一轮的整股 嗯 明白 起码还是乐观先 是吧 大家有信心 在美股都还有的 港股的信心就不像 先转提一下 上日表现 待会问Rion 港股方面 可以如何部署好呢 当然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问的话都欢迎留言 待会就帮大家问 恒指中止三年跌 恒指曾经低开30点 之后转升最多80点 高位建16801点 全日高低波幅只160点 恒指升16点 周报16737点 成交额回落到957亿 美股指升1.3% 报3594点 腾讯京东小米分别升超过2% 京东健康升超过6% 若名康德反弹4% 若名生物友邦跌超过3% 车股个别发展 至于小鹏升7% 东风升1.7% 但理想汽车跌超过5% 昨晚美股还未跌完 看看北水本路 北水继续正流入 昨晚吸资29亿3千万 小米、快手和中移动分别吸资超过3亿 以证流出方面 理想汽车走资2亿9千万 若名生物走资1亿3千万 说过港股 刚才我说好像挺好 终止回到3年跌 但其实相对好像在观望 没有什么方向 究竟是继续去还是要回 因为日本银行的意识 连着的意识 大家都已经说了很久 还有人行方面的利率会不会有调整 这些都是关注 还有很多的重磅业绩都轮着出 先说大市的影响会是怎样 究竟暂时的走势还是乐观呢 暂时偏乐观的 因为你看一些技术指标 你先看整个形态 港股自从2月份开始 其实是有两个奇形的形态 我现在看一件事 我们就会见到 你根本一件事 你自己在哪里 就说一件事 有一点